中國真的是老天爺都不給他飯吃 都已經在缺電了 結果呢 這個中國的這個北京 突然冬天降臨 突然降到冰點 五十二年來最早的一次 真的措手不及耶 這次的因為反勝因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次的冬天可能會非常的難熬 第一個冬天提前降臨 而且今年糧食大概狀況會不太好 但最近大家都在看 中國第三季的GDP到底是怎麼樣 世界上很多的學家 經濟學家都有不同的觀點跟看法 從五點二趴到五點五趴都有 結果出來 哇糟糕 怎麼說 醜媳婦見公婆 為什麼呢 先來說 去年因為新冠肺炎 所以全球第一季都非常差 所以今年第一季大家都很好 中國第一季GDP十八點三 第二季七點九 第三季 本來大家估五點二都想說 怎麼會這麼假 結果出來是四點九 連我趴都不到了 真的守不住 所以如果照這個速度再下去的話 今年的第四季可能會比大家想像中還要更艱辛 所以華爾街日報就說了 目前的三支柱可能會陷入低迷 因為第一個地產不佳 第二個這一波大家現在落地下地放棄啊 口袋沒錢啊 所以消費快速的往下收 快速的往下收縮 十一長假大家就突然間發現 這次的消費金額就是往下盪的 那未來包括了投資 包括了消費 包括了進出口 會不會產生影響喔 那現在的問題就一道接著一道 我們現在看恆大 這個是路透社的一個報導 現在恆大呢 居然連中國的地方政府都加入了討錢的一個行列 為什麼呢 過去你風生水起 你拿錢很簡單嘛 可是大家真的沒有想到恆大的問題 會出這麼大一包喔 那目前因為地產商出包 很多人現在就是有兩個麻煩 第一個是我如果有房的 我到底房子的價格會不會往下降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變成負資產 我的市場的市值比較低 可是我的房價 我的房貸比較高 第二個新屋現在大家不敢買了 為什麼呢 到時候最怕是說 我到時候買的他不幹 那我怎麼辦 這會有信用崩盤的一個問題喔 最近中國長春政府 他也來跟恆大討債喔 為什麼呢 他說你之前跟我們批了一塊地 七億一千六百萬的台幣的錢 沒付薪趕快還 趕快還 那放心 最近更何人去跟恆大還錢 都是一個字 沒錢 就是這麼簡單 兩手一攤 就簡單 那目前電的問題也麻煩喔 因為現在中國已經很簡單了 保民生保奧運 這兩個目標前提先建立起來 那保民生保奧運慘了 工廠就慘了 那工廠慘怎麼辦呢 你可以分區生產 什麼叫分區生產呢 白天的時候不要生產 晚上生產趁離風的時間來生產 或者是呢 地條子你什麼時候你要停電 你跟我們說我們跟你做 所以呢 現在到底分區生產 中小企業會不會出走呢 很多蘋果供應鏈已經撐不下去了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呢 習近平最近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不知道是想錢想瘋了 還是怎麼樣喔 最近已經推了所謂的共同富裕了嘛 對不對 最近他又把腦筋想一想 這個所謂的一個消費稅 可以來做調整喔 他們又有一個非常好的名詞 叫調節 你知道嗎 他可以不要再想點子了嗎 重點是加稅啦 重點是加稅啦 加稅怎麼辦呢 加稅是不是變相漲價 結果這變相漲價 過去喔 中國最紅 歷史最悠久 叫什麼你知道嗎 白酒 白酒 對啊 白酒 那個炒作賺大錢 那是 最近白酒大崩盤 大崩盤 呈現重傷害 為什麼呢 昨天白酒 總體指數跌掉八趴喔 總共市值蒸發了台幣 一兆四千九百億的一個台幣喔 1.5兆了耶 各家苦主紛紛出來戰 為什麼呢 嚇死人了 中國包括了什麼貴州茅台 這個大家知道對不對 三七的分酒 五兩億杜康酒等等 全部通通都崩盤囉 茅台現在成為第一苦主喔 單單一天飛掉了六千一百六十億的一個市值 而目前來看 沒救 沒救了 為什麼呢 回到這個地方 如果說一家子出門 一個十一長假 只敢花七百多塊人民幣 這個動輒一兩千塊的白酒 怎麼買啊 搞不好方便幫我換下一張喔 所以我說根本問題在這邊喔 現在是變成大家不敢消費 可是大家不敢消費 你不能夠展觀自己出來作亂啊 李克強身為中國 第一個他是安徽的一個狀元 團派出身 理論上應該邏輯觀念很清楚啊 最近他的騙子被刪了 李克強的騙子被刪 李克強的騙子被刪了 但是我認為 因為那段我有看了 我認為有點牛頭不對馬嘴 李克強說什麼呢 說我們目前的整個電力浮動呢 大概會弱點 弱點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之間 後來翻口供 後來說這個可能區間有點小 大概會弱點上下浮動區間就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什麼上下浮動 就是不夠電要往上抬 好你要漲電價對不對 那高耗能不在線 所以說高耗能產業可能會漲更多 可是他說大家放心 漲電價不會導致於通膨 不會導致通膨 這怎麼可能嘛 怎麼可能啊 對啊 所以這個第一個 這不合邏輯不合道理的嘛 那現在第一個 電價要漲 工廠停工 大家沒工作 景氣怎麼會好 對 這很簡單的一個推論啊 所以呢 長官的一個辦法的話 他們就在開始想說 到底我要挖東牆補西牆 還要挖西牆補東牆 每天都要想 每天都要想 但問題是想這麼多 簡單的方法 先變現 變現 什麼變現呢 中國目前最大的基金叫做 中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 漏漏漏 這個簡稱叫大基金 大基金最近在換股 在賣股換錢 那我只要賣股換錢呢 想一想也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大基金 他目前所有的績效很差 然後第二個 中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過去幾年花了一兆的人民幣打水漂 為什麼呢 國家目前的晶圓停留在十四奈米 往前走 一方面買不到機台 二方面人才技術也不夠卡住了 可是他們現在連二十二奈米 到二十八奈米呢 停留的代數 一直停留在過去的一個世代 沒有辦法往前走 這個很麻煩 所以大基金最近就減持了 造溢集成跟金方科技 這兩家叫做中國的F4 當中的前兩家減持個百分之一 但最近有一件事情要跟各位說 今天台股大漲 那台股大漲呢 很多人會說 今天早上什麼股票最早漲停板 你知道嗎 什麼股票 A B F 版的通通漲停板 那很多人會說 A B F 版跟晶片有什麼關係呢 常常看的人一定知道 晶片要站在A B F 版上面 下面PAM PCB板 現在的A B F 版啊 一萬條線路 一萬條線路 現在越做越高檔 越做越先進 各位十奈米的 七奈米的 五奈米的 最近五奈米的電腦 小弟手殘不小心又買了一台 用了真是舒服啊 但現在各位 真的又是典型的大陸跌倒 臺灣吃飽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發生什麼事 這次中國不是缺電嗎 對 中國缺電完之後 這是缺電的地方 叫重中之重 叫做江蘇浙江廣東 怕講太快FD 他不會打字 江蘇浙江廣東 所以其中呢 有一個地方非常重要 這個地方就是A B F 版 最重最重的昆山 那這波昆山 現在產出不夠啦 可是我問各位 台積電美國要設廠 臺灣要設廠 AMD他要做新的一個板子 很多的Intel他要做新的機台 需不需要 需要 搶單啦 搶啊 所以怎麼辦呢 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 所謂的缺口出來了 搶怎麼搶啊 往臺灣搶 今天早上臺灣的A B F 版 新興 啪 股票公道漲停板 一百四十一塊 南電的股價很多人會說 這會不會漲到無法無天 今天漲到四百五 今天漲到四百五 景碩的股價今天正式突破兩百塊 兩年前各位 兩年前新興的股價 讓你猜 兩年前多少錢 不敢 二十塊 二十塊而已啊 現在一百四十一塊了 兩年前新興的股價二十塊 南電的股價四十塊 景碩那時候的股價 我記得五十塊不到 好多人都在說 這一波為什麼A B F 這麼兇很簡單 台積電往前走 全世界的高階晶片高速運算 通通都要往前走 剛學委哥不是在說嗎 飛彈也要往前走 他就是需要啊 可是需要 中國現在做不出來 通通來臺灣搶貨 今天到明天各位可以自己看報紙 法人通通去上調目標價 新興居然還有港商那個股價 公道說五百塊 我認為這數字誇張 先說大家不要太衝動 但是大陸跌倒 臺灣吃飽 這次又再次的驗證 當中國沒電的時候 瘦的人跑來臺灣搶貨 搶到連臺灣的股票通通漲停板 你一張都買不到